好 再看到是華航諾普特燃營事件 現在已經有29個人確診了 但是呢 在諾普特的飯店管理權責 還是搞不清 中央地方甩鍋 現在外界議論不斷 疫情蔓延跟塞納漏洞有關聯 首先要看到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低估了 新冠病毒 英國變異株威力 到現在還是認為說 這七組員居家檢疫三天 這防疫就可以做防堵了 而另外再来看到主管單位 桃園市政府 民航局等等 都沒有負起應該負責的監督的責任 因此讓檢疫機組員跟一般的民眾 居然能夠在諾富特飯店 是長時間的混居造成疫情擴大 而最後最嚴重的 也就是諾富特內部的防疫管控作為不當 尤其讓工作人員在一二館之間游走 也成為飯店輪為毒窟的關鍵 指揮中心呢 在跟桃園市府 交通部民航局華航四方開會釐清 現在也確認說 諾富特的飯店一館七八樓 是華航公司員工的防疫宿舍 並非是桃園市府合可的防疫旅宿 因此除了官局裁罰數萬 我們確認 該飯店一館七樓八樓是作為華航公司的 員工防疫宿舍 並非桃園市政府合可之防疫旅館 而該飯店一館的八樓 同時 收入了一般旅客及居家檢疫機組員的行為 他總共違反了 發展公共條例第五三條第一項 增長兵法院治法三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的規定 那華航公司對員工防疫宿舍管理監督 意有不當 違反民用航空法一百一十二條二項 第五款 那所以分別由桃園市政府 那交通部 觀光局 交通部民用 民航局各自去處分 那民航局處分中華航公司一百萬 那交通局 這昨天已經有錯了 他根據發展觀光條例 那處分諾富特飯店 他最近已經公布是十五萬 那桃園市政府他們根據傳染病三十七條 去做處分 那三十七條規定是一案是三千到最高是一萬五 那不過桃園市政府 這個案子是因為他有 並不是只有一案 並不是有 所以他們要準備要租案處分 租案處分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整理 到底有多少個這樣相關的違規的案件 那他們會做租案的處分 諾富特爆發了混居爭議 他被上科文哲再次來嗆指揮中心 不但是讓機組人員的居家隔離天數一改再改 根本就沒有專家被輸 同時呢太大酸 中隱匿了疫情資訊 不讓地方政府知情 真的是很會保密 諾富特防疫旅館造成二十九人群聚感染 市府不過建議機組人員應該優先施打 被指揮中心痛批是國際笑話 雙方再度槓上 各位你明天再去問他一遍 他就不會讓 機會來問說你為什麼把機組 放在疫情之間 各位說跟大家都不一樣嗎 各方建議指揮中心聽不進去 科文哲痛批 機組人員居家隔離天數一改再改 根本沒有專家背書 全憑指揮中心高興 不要政治凌駕專業 因為專家實力嘛 我就不相信這個有專家 我不相信我以前那些同事會對這個背書 諾富特造成二十九人群聚感染 到底歸誰管 中央地方互踢皮球 最後竟然只罰十五萬 網友批評居家隔離跑出來罰一百萬 害二十九人群聚只罰十五萬 罰的可真多啊 開個門拿餐都被罰三十萬 小英愛家們謝澤罰十五萬 是少一個零還是兩個零 到現在沒人道歉 像這個泰山王機構一樣 他說損得錯就損得錯 造成這個交叉感染 那麼罰的這樣子 其實是太輕了 外界覺得這個標準不一樣 這個標準到底在哪裡 誇張的是造成群聚感染後 防疫資訊還不透明 地方甚至不知道染疫基石阻哪裡 讓雙北市長再度開酸 機組人員站在社區裡面 我們也不曉得 保密就算太好了 畢竟上下沒有落差 資訊上有一些 落差的過程當中 也希望中央能夠多多體諒 有多多快速的提供給地方 史上最大的群聚燃疫風暴 各方的建議和批評 指揮中心都停不進去 只想罵回去 狂打口水戰 難道能把病毒給壓下去 記者黃明君主國豪 SNG小組台北報導 華航諾富特 還有人工智慧 會自動的搜尋華航機組員嗎 專家也說核酸檢測未完成 這就是一個風險 華航機師染疫風波 指揮官城市中祭出殺手檢 針對華航機組員實施清零計畫 拘檢時間延長至五天 再進行九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十四天內裁檢五次 計畫看似完善 但五天居家檢疫結束後 就能再次派飛 即使工會痛批根本是做半套 機組員冒著未知風險上陣場 暴露在交叉感染的危險中 工會主張應該十四天不派飛 華航前機師更抱怨 幾天或許不是重點 但指揮中心只處罰華航 直呼不公平 三天五天七天十四天 好像差別不是很大 他是不是針對所有的空勤組員 都是這樣來處理 還是只有針對華航 如果是只有針對華航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意義 病毒是有人工智慧嗎 他是會自動搜尋華航組員嗎 而十四天內裁檢五次 機師們無奈也只能配合 但專家質疑中間三次採唾液 恐怕也有漏洞 核酸簡直還沒有完成就去飛 當然這是一個風險 把血清學放進去 現在完全靠核酸 不太知道這個漱口 取唾液的方式的冰桿都有多少 指揮中心出招 但卻差別待遇 不但無法讓人服氣 所謂的清零也充斥著一堆問題 記者林英偉 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